受到疫情的影响 花东两线 空气情形 自然环境宜人 游客是络绎不绝 也吸引了不止是外国人士到来 在国旅内 更是民众假期一定要来到的旅游圣定 台23线横跨海岸山脉 是由台东线东河乡 花莲县富里乡 沿途有驰名的小天祥 梯田以及瀑布等自然景观 更是花东交界的交通要道 在这四周充满着山脉和新鲜空气的环境中 许多游客都会骑乘单车或是徒步 前来体验美景 玉利班局永丰派出所远景值班 请勿三位骑乘单车的游客 停在派出所前张望 全部所长见状立即上前询问 有没有需要帮助 三位骑士表示 需要借用厕所以及补充饮水 在防疫实名登记 量测体温以及酒精消毒之后 立即引导骑士进入所内 玉利那边都在下雨 我们昨天就是从花莲到封冰 然后封冰要走去光复 山路就一路下到 我们亲戚住玉利 然后我们今天就从玉利先坐火车到赤山 赤山好天气 玉利分局有介于单车骑士中途修气需求 以及车子突发性故障维修 在辖内各重要道路沿线选择 五处排出所设置铁马驿站 另则单车骑士重点路线花旗属线 台二十三线摆放维修工具以及打气筒 贴心的提供各项服务 欢迎单车骑士以及民众修气以及使用 记者高双双副理采访博德